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规划到中国的美国女孩呢 Eileen Gu 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爱琳呢 在昨天呢 惊天一跳啊 获得了这个 北京冬奥会 跳台障碍赛的这个冠军 太牛逼了 而且她在前两跳之后呢 是落后于法国选手的 最后一跳呢 使出了浑身解数啊 跳出了1620的最高难度 终于呢 一跳定乾坤 拿下了中国 这个冬奥运 冬季奥运会史上第一位 这个滑雪的金牌啊 因为中国向来都是 冰墙雪弱 可是呢 在这个冬季奥运会呢 冰雪就是雪的项目呢 占了70%的金牌 冰呢 占30% 冰呢 就是什么短道速滑呀 速滑和这个花样滑冰啊 冰球 可是雪的项目 什么越野啊 就是跳台啊 大跳台啊 还有这个障碍赛啊 所以 真正你要想 获得世界的承认呢 还是要在这个雪的项目 获得金牌 而谷爱玲 这个小姑娘呢 终于呢 做到了啊 谷爱玲在2019年呢 从美国国籍 转成中国国籍 就是为了 在北京奥运会呢 为中国14亿人民 拿下这枚 难能可贵的金牌啊 现在呢 他终于美梦成真了 也让中国14亿人呢 美梦成真 太了不起了啊 人家说谷爱玲 在空中呢 的动作就像一个仙女啊 说她几乎会飞 太了不起了 我也看了比赛 谷爱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 而且她在赢得金牌之后呢 还去安慰这个 获得银牌的这位法国姑娘 法国姑娘 觉得很委屈嘛 因为自己表现已经 尽善尽美 最后还是拿了银牌啊 但都怪谷爱玲 表现太过杰出 I'm so proud of 爱玲 为谷爱玲感到骄傲啊 谷爱玲为我们华裔 争了光 了不起的青蛙公主 谷爱玲啊 为谷爱玲点赞啊 她不愧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只有这样的人才被称为 中国的民族英雄啊 为国争光 对不对 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 我们华裔啊 华裔 了不起 我一定 我继续为这谷爱玲加油 她有两项比赛 希望她能夺三斤 耶